大家好,歡迎收看俠輝的頻道 之前的幾段影片大多數都是講佛山 今次就講講廣州 講廣州哪裡呢? 是真正的廣州 黎灣區,沙面大街 沙面應該沒什麼人去廣州不會去的吧 但無緣無故講沙面做什麼呢? 因為今次的內容就是這座東西 奴德聖武教堂 一座可能會有沙面,但又不太覺的東西 這座教堂是法國老起的,江水的時候 為什麼沙面會跟法國老有關呢? 沙面島不是英租界禮嗎? 其實這座是很有趣的 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 沙面島是英法的窮友租界 英租界的位置 其實就是在水產市場對面開始 一直到沙面派出所 那邊是英租界 派出所開始到珠江邊 差不多到白天羅的停車上入口 就是法租界 教堂就是在法租界裡面 所以這座教堂的出世子 其實是用法文寫的 不是英文的 Our Lady of Lord Chappelle 其實她是 Chappelle 而不是 Church 更加不是Castillo Castillo是一座路 都是法國老的 即是去年拍攝那座 點右上角可以看看 這座教堂 我之所以說你們很大機會錯過 因為它真的很小 你們如果來過沙面 應該知道 這座的建築很大 這座很精緻 主體基本上是白色和淡黃色 好像小家壁肉 外觀也很獨特 有兩棵塔 只有一棵塔 而且我不知道這座 之前就已經是這樣 只是後面才做到這樣 只是我的錯覺 這座有很多冤尾花的圖案 或者雕刻 屋鹽和門口都有 冤尾花是法國的角花 以前是法國王室的標誌 我比較傾向 做這座建築的設計 所以這座建築的法國感覺 比一德路的石室多很多 這座聖母堂 你想進去 其實有時候有點難 因為他真正正進去的門口 不是大那個 是小那個 很多人可能會 眼大看龍 因為他要在兩邊那裡進去 在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有不少人在找怎樣走去 其實就在兩邊那裡 走去就可以了 沒有分左右 應該說沒有分出入 聖母堂裡面 其實就比外面失色很多 跟他真正的名字 Chapel 即是禮拜堂很符合 裡面很簡單 很朴實 只有 丁丁這麼多多點綴 你進來後 可能會沒什麼驚喜 跟外面的反差很大 裡面真的很平淡 跟那座石室 一德路那座東西 差很遠 那座東西就是 裏外都可以讓你精神為之一陣 甚至陣幾陣 因為真的很壯觀 之前我就說 那座教堂的玻璃就一般 因為他截射那些光線的時候 沒有什麼 很神聖的感覺 但是起碼 其實那些玻璃都很精美 有些很宏大的故事 但是你看這裡 又不是一個特別 你站在一個門口 大家的印象 可能覺得 這座東西 是不是倉庫 你看這裡 是不會有任何歲月的迴響 字面意思上的迴響 因為這座東西 設計得實在太簡單 不會好像有那些劇院 有那些反射聲波的東西 因為那些劇院 有了這樣的設計 是會把那些聲波 反射回去 相對中間的位置 那些大教堂 其實也會有類似的設計 所以大教堂聽那些聖詩 聖歌 就會有些紅紅聲的感覺 這座東西的聲音 就散得很快 這座聖母堂 可能是只有地面上一塊的馬彩克 看起來真的蠻舊的 在這座聖母堂 不管在外面也好 你都會感覺到很安靜 很寧靜 你基本上經常都會聽到 有很多鳥在這裡叫 而且配合周圍的環境 你可能會覺得自己會有一個天堂 這座教堂的主體建築 真的很少 後面好像只有兩座神父樓 不讓進去 封住了 只有教職人員才能進去 兩邊的路都是 基督的介紹 什麼被出賣 什麼釘十字架 上虎路 復活這些 都是用雕塑的表現出來 上面有字 這些都是教堂的禮牌 應該大家都知道 牆上有些廣州教區的介紹 其實沒什麼好看的 反而植物有些意思 因為很明顯那些植物 是打理得很好的 現在回到門口 看看東南方 其實就是大門口轉右 這裡有什麼看的呢 因為據說 這座聖母堂的起源 就是這座聖母山 因為這座聖母山 真是現代得來都很深邪 還有不知為什麼 這座裡面 會有一個希臘的字母 不知道這裡有什麼意思 因為其實教廷就是用拉丁文的 而且希臘就是東正教的 法國就是天主教 兩個好像沒什麼關係 就是後邊的時候 我當然知道後邊的兩個 已經分開了 還有這個奧米格在希臘字母 是代表終結的 所以在這裡出現 真的很神奇 而且沒有理由 196年就有戰神玩 所以知道答案的觀眾 請解答一下我的疑問 座聖母堂很小 但是怎麼都是法國人的東西 而沙面其實 當時大部分 五分之四都是英租界 作為法國的百年自由 英國人怎麼可以不做自己的東西呢? 在當時英租界的起點位置 即是黃沙市場的入口 就有了英國人建的教堂 這座聖母堂 這座是廣州的第一家座聖母堂 你去哪裏查它 即是去Wiki也好 去哪裏查也好 它都是寫著聖母堂 而且這座是廣州的第一家座聖母堂 其實不止 裡面很多東西都是廣州第一家座聖母堂 裡面很多東西都是廣州第一家座聖母堂 總之這座是一座教堂 你只會知道 它是一座爛聖母堂 因為它是圍著的 但它爛得比較特別 因為它有一座塔 它堆了出去 加一座就撿得很漂亮 你如果走過 你不看一看 你會覺得 咦!有個酒吧 在白天外對面 因為它門口 有個很大的百年之星 不知道晚上那顆星會不會閃閃閃閃閃 這座沙面堂真的很新 太新太現代了 它有兩個禮拜堂 一個小一個大 小的這個其實很尊重 旁邊大的就太現代了 現代到玻璃上面的畫 教堂的玻璃通常都有寫著故事 提材也是一樣的 但這裡的玻璃的畫的風格 跟其他那些完全不一樣 而且那些畫 都是貼紙貼上去的 玻璃是透明的 它什麼都沒有 真厲害 第一次看到有人通玻璃 通車看得多 想不到在教堂會有通玻璃 多厲害 很重要 沙面一路去沿著玻璃 差不多到海珠廣場那一段 很多西式建築 廣州的西式建築基本上都是這邊 而且 所有都是很大型 很古典的西式建築 這兩座教堂 應該是一堆東西裡面最小型的 不過西式建築很精緻 特別是那座聖武堂 而且聖武堂的環境 比沙面堂好很多 所以沙面真的不要走一半 要走一圈 不然會錯過很多漂亮的東西 沙面有多少漂亮的東西呢 由於蝙蝠的關係 只可以下次找到機會再說 因為沙面幾年前 搞過一次大修 以前很多爛了 廢了的建築 全部都弄好了 而且很多都是對外開放 還有一些爐 花壇 反正這裡全部都弄過 跟以前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當然是漂亮了很多 所以找個合適的時間 我會跟各位完全介紹一下這個地方 因為這次的主題就是 介紹這兩座的教堂 到這裡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